字幕提供 人有不同性格,鬼是否多樣 若是鬼,應該不只有一種 有些鬼就很可愛 但有些鬼就很百搖 甚麼人看甚麼 遇到甚麼靈體 會否視乎你是哪種人 有些人一輩子都遇不到 有些人不想遇到,就經常遇到 今集會請來一位網台主持 他有很多飯菜 除了我見過鬼之外 更加見過UFO 至於靈探片段 會透過台灣的靈探片 節目這麼豐富 肯定不只有一瓣喺左近 歡迎收看今集 《總有一瓣喺左近》 今集看到我們這位嘉賓 就是一位研究UFO的網台主持 賊菲 你好…大家好 你好… 為何興奮 因為今集我覺得 我和JJ都不用怎樣分享 把時間都交給你們 我看過你們的圖案 他每次都這樣說 你們兩個很容易做的 當然不是 我們不說話 賊菲,我們也認識了一段時間 而且我們的網台 很多時候都是同一個地方 是… 但你今天要說 最初我們還沒認識的時候 另一個網台也有多少鬼故事 那個很厲害 那個就是當時我在銅鑼灣 我負責設一個網台 總之你幻想一下的地方 就是一個四方形 然後中間刮開它 好嗎 刮開了這邊長方形 左邊長方形的就是一個 教室 就是教的椅子、課室 另一邊就刮開了三間 就是一個貨倉、一個錄音室 以及我自己的辦公室 最初第一次有事 就是一個教室 有一個朋友在那裡搞一個塔羅班 上一課,坐在後面 有個同學突然就這樣 他在前面教教,問他有甚麼事 是否有點不明白 他說那個房間有一個人伸出來 但那個門是從來沒有開過的 那個門也鎖了 但不知為何有一個人放出來 就縮進去 那些人開始猜 就是問是否這個錄音室 或這個地方有東西 我沒甚麼理會 其實有就有 我又不是很害怕 因為我沒有害過他 然後慢慢聽聽 原來有很多以前的人 都來過這個地方 包括我的錄音室 在錄音室之前 原來是一個小的房間 給人們租來做一些… 可能是幾個人的教學 其中有一個就是… 上來這裡學過一個新年代的教學 上去看見一個人 有一個黑影灰色的 在錄音室上睡覺 但眨眼就不見了 聽聽聽有幾個人 我又覺得是否真可憐 我們就實驗地學習外國的 設定了一部電腦 控告科技的紅外線 打算說… 我們去吃飯了 我們設定了一個塔羅牌 全部搭好,全部搭齊了 如果… 你真的有興趣 你動一動副牌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關燈 我們關門,然後吃晚飯 然後回來開門看 那副牌真的動了 真的動了 怎麼動 答得很齊 第一隻是歪了 但歪了一點 風 對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猜的 我們就馬上看影片 是嗎 不知道為甚麼 那些影片永遠都是這樣 如果這樣設定 應該是看到它不動 到動的階段是怎樣出現的 干擾 總之就是… 不知道怎樣 總之畫面有些位置變黑了 然後不動 到黑色的位置走掉後 它就變動了 究竟是人為 像你說的,在山門時 風的氣壓會吹動它嗎 真的不知道了,沒甚麼 終於到我親身了 我關燈,在這裡做了一件事 就在中間睡覺 中間突然坐著那張大班椅 那些大班椅 中間突然那張椅子 很明顯有個人搖晃了三下 搖晃得動你的話 就應該是很強力的 你記住我 我那時其實是半夢半醒的 搖晃了幾下之後 我就想了一會 然後老闆就在房間走進來 很害怕,我就不太害怕 所以他也叫我起床 免得被老闆看到 我又不覺得他阻害我 是甚麼大廈 工廠大廈,不是在銅鑼灣 不是,是一個商業大廈 但錄音室那些 因為多數都是完全沒有窗門 你那裡有的 有的,有窗門門 最記得第一次是甚麼 我剛剛設定好一些東西 錄音 你知道網台錄音當然很吵 經常被人投訴 試過有幾次,我們玩得很吵 一吵了,所有東西突然在你面前 全部關掉 那個混合器就無端端沒有燈 但按鈕沒有動 仍然按鈕上去按鈕 即是停電 不是停電那種顏色 電腦停電式就是突然… 有甚麼想到 那是沒用的 對 你知道那些電腦關機 不是會有聲效嗎 它會叮叮叮叮叮叮,然後全部關掉 就是會贏め? 其實好像是有人把東西關掉 我們看過一會從頭插叮叮桃 然後才發現那一個就是烘尾 但是誰烘尾的杞,沒有人烘尾 但總之就是這樣 始終我們因為會覺得能蓋起 然後是塔羅牌的單 然後是我們壓電牌 然後發生被人覺得凹凳 那張椅子 一連串的事情發生 令我覺得那裡應該有些事情 這個地方就會很旺 生意會好 對,又不能見得 那地方做了多久 做了好像… 好像三年多… 三年多 然後我們就認識了 對 我們開始見證很多網台上的怪事 因為卓飛跟另外幾個拍檔 有一個節目 他們會在不同時間… 可能當時10時開始 或者8、9時他們回來 即是不同時間回來 那座樓梯是舊式的 是木門 上面才看到一個隙間的位置 看到外面的樓梯位 他們說每次想出去呼吸時 就會看到一個男人 背面,然後向外 那次我看到 對,他看到 因為那個地方 進去後看到有一個人 像我那樣的身形 穿著深藍色的西裝外套 但他背著我站著 通常看到背面 我都知道是誰 因為都是那幾個 要認識的 來來去都是那群網台主持 都是看到那些人 我看到不認識的 我想問是否嘉賓呢 然後推開門 就是一條隙間看到他 推開門,走進去 完全一個人都沒有 我立即呆在那裡 我還要走到後面 看看那塊玻璃是否… 我還以為那塊玻璃黏了東西 對… 沒有東西在 然後他其他主持、伴侶 同樣都說… 也是在那裡有東西 也是在那裡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形容的是一樣 也是難出色光 沒錯 這麼猛? 這麼猛? 那個地方曾經有人跳過樓 關於甚麼 你在哪裡做節目也很猛 對,但即使所有人都看到 潘少忠是看不到的 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沒有看不到的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他看不到 但身邊所有人都看到 是 那就夠了 只有他看到,其他人看不到 就不行了 是影響同事的 因為那個位置 他在後樓梯的位置 一出來就是同事工作的地方 因為試過同事長期坐的位置 有一個好像有點重病 是… 這次後來被安排坐的同事 就說不要了,不要搞這種事 他就貼了那些… 符… 對,很大的符 那些佛像對著外面 這樣才沒事 這樣就沒事了 你們發生了那麼多事 你們都沒想過要找一個人 可能幫你擺放風水東西 我又沒有 我們也沒有 你這個節目說這些東西 說風水,說走就糟糕了 對 還有那時我們之前的錄音室 也試過一群人一起見到 對,集體 我們同時間在一起 我看不到 但我看到整個情況發生 就是有人看到有一個人 在門口看進來 以為有人上來工作 或者上來不知道甚麼 一衝過去開門 開門後 其中開門的人說 沒有人 我們就在想 沒有人就沒有人 為甚麼那麼害怕 那麼害怕 那條走廊… 原來因為那條走廊 是一條很長的大直路走廊 我們是尾房嗎 尾房 他從見到到開門 其實那裡只有三秒鐘的時間 但幾個人一起見到 就有一個人在那裡 然後就離開了 是 幾個人? 你沒得到 你也看到… 因為我站在那裡 有人來 我叫同事接近門的人 快點開門 是他看到的 我叫他快點 他就好像慢慢移動 然後他一開門 沒有人 我說不是 我看到有東西閃閃 整個人是裝飾的 還有其他同事看到 有其他主持看到 是真是一個實體 實體 真是純粹 黑影 是一個客人 對… 這是很實在的,集體看到 原來那個大廈 那層樓是有人自殺的 沒錯,那層樓是空窄 你能租還是去的地方 都是這些 沒錯,所以就成功 現在那個辦公室還在嗎 我們沒用那裡 沒用,我們已經搬走了 我們可以叫Jean上去探望玲 如果這麼晚 可以的 對 你叫我上去也可以 讓你感受一下 這麼大膽 讓你感受一下也可以 待會回來我們再談談 其他關於卓飛的 在網台界的靈異事件 或者你去找UFO 好… 外星人的靈異事件 好… 好,回來見 剛才聽了很多卓飛說 關於網台的經歷 但我知道你幫ViuTV 有拍過節目 是 我想應該也有不少經歷 可以分享一下 最重要是第一次出去拍 其實幾次你已經試過 你們拍了兩季 第一季拍一拍 就在帳幕裡被鬼閘 我這種人摘完後,人家很害怕 還是被外星人摘? 第一次…我也想… 我也不知道是否 但我覺得是被鬼摘 好 因為我聽你的節目 覺得跟你那些比較相似 然後被鬼摘,摘完後 那一刻是害怕的 但想起後覺得很過癮 可以再摘嗎?又沒有 你挑釁他,他馬上離開 你摘我吧 我想吧 因為我覺得那一刻你張開眼睛 你看到所有東西 但你整個身體不能動 等等,你說張開眼睛 看到所有東西 你的眼睛沒有張開眼睛 但你的眼睛看到外面的東西 你不會看到一個人… 會嗎 沒有… 但整個人不能動 有很多種東西被鬼摘 第二季在紐約拍攝 我租了一個飛行機 拍攝後,拍攝後,晚上回到 我睡覺了 睡覺後,他在美國的屋 角樓是斜的 斜的 突然間那床後面的衣櫃 我睡覺後,突然睜開眼睛 看到門開了 我看到有一個人的影子 好像在衣櫃裡裝出來 正常應該會嚇得彈起 但我想你們都試過拍攝 拍到累得那一刻 你心裡想了一句 別弄我,我想休息 別弄我,你幫我睡覺 完全明白 真的有感覺 生態會這樣 真的很累 你明明看到也好 總之你別弄我,讓我睡覺 因為累得太厲害 第三次去猶他州 那次最記得了 因為那次那個地方 是印第安人很邪的儀式 毛術? 對 對,那些毛術、護術、毛絲 那個地方簡直是有很多的毛絲 直至到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本來只是想拍攝一些傳奇故事 沒有想過問到街上停車場的老伯 立即的樣子變成了 我們不說這些 然後我們去超市問那些超級市場的女生 我們一問她 我想問你關於護術的毛絲 那些女生的樣子就立即變成… 我們不說… 立即把東西塞進袋子裡推你走 那晚睡覺就不得了 總之那晚睡覺 耳朵不停有個女人在 好像唸經一樣 就在唸經 但你又不知道她說甚麼 睡覺總之在這邊,這邊有聲音 好,我當作是隔壁房 我就倒轉身分 為甚麼倒轉身分 聲音是繼續走到這邊 是跟著你的 跟著在這邊 差不多到天亮,就失去聲音 之後那個地方去完後 就陸陸續續整隊隊開始生病 究竟那個地方 為甚麼大家都那麼害怕提起那件事 所謂護術員就是甚麼 其實就是一些巫師 給錢找護術員做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向著目標去做 像詛咒的東西 她說不只是以前才有這些傳說 其實現在也有這些護術員的傳說 不定在那個地方出現 那就小心點吧 有時真的… 去過了 那些地方很害怕 是嗎 去一次就夠了 夠了嗎 夠了 除非這個地方太遠了 暫時未有機會去 去近一點吧 好 先去台灣 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Anderson 待會我即將出發 新北市的廢氣汽車旅館 去到之後就慢慢跟大家講解 在裡面曾經發生過甚麼事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我現在就來到廢氣的汽車旅館 我選擇幾間,上去看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打擾了 我現在就行了 我把廢氣都拿出去了 我把我打擾了 我還能拿出去了 我把廢氣都拿出去了 我把廢氣都拿出去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好 好的 有床 有肉乾 要入這間是有點暖的 對 對了,拆了的瓷子 看到四處都荒廢得很嚴重 天花花已經破爛了 好,我們現在就回到第二間 到下一間 看到很多東西四處都破爛了 所有電線、水管都破爛了 好,我們走上去第二間看看 這間有些物流,有點破爛了 好 傳聞中有一間,就是一個女人 自己進來,展示了汽車旅館 然後用塑膠袋蓋住自己的頭 然後就在手臂上 打了一些吊鹽水的東西 但打了一些不明的物體 進入自己的身體後便死了 後來被旅館的職員發現了 之後警察就命這宗案件為他殺 到現在還是未查出的 已經是差不多有5、6年前的事 看到四處,應該是原來的材料 很大,那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大環 讓大家看看 好嗎 好了 我們看到了,有個圖案說死的 不知道是否在這裡 不如我們上去看看 不好意思,我打鬧了 我現在拍攝了 其實我已經進來了,打鬧了 四處都是紅色的漆 看看上面 對,整張床都寫了字 看我 神經病,很恐怖 好了,別打開Karen 不好意思,打鬧了 我先走一會 先開 去第一和第二間的時候 感覺都不太大 去到第三間的時候 整身是毛骨悚然 有一種毛毛的感覺 但進入這三間的時候 總會覺得有暖樓在旁邊 包圍著你,令你整身都很暖 但外面其實是下大雨 而且風也挺大 但溫差就很不同了 希望今天這段影片大家都會喜歡 謝謝 你的高齡人士是否這麼說 為何有暖的感覺 他的暖樓不是身邊的靈體 是嗎 他的暖樓是來自他的寸佛珠 問問Anderson 問問他 Anderson 你好,大家好 你好 因為其實你… 第一、第二 我剛才看的那段影片 我感覺不到有任何東西 但你第三間 其實在窗口一直有人看著你 其實是跟著你 但你的暖樓是因為 其實他想有些東西保護你 我感覺到的就是這樣 對 因為我去第三間的時候 其實本來我想了很久才再上去 相比於第一和第二間來說 第三間是來得恐怖 以及會打破陣 第三間是否就是事發地點 因為其實我後來自己查一些新聞 原來三年前亦在這個女館 發生過…有三個男人強姦一個女人 之後再把女人解剖 肚子就解開了 然後就讓他死在那裡 至少有兩宗命案 對 有兩宗命案 或者不知道有觀眾 或者你自己回去看你第三段影片 你的床對著應該有一個窗口 是嗎 對…有一個窗口 你細心看那個窗口 可能會看到一些東西都未定 我就感覺到有些東西 是,就是這樣 好 因為我之前前幾次拍影片的時候 因為有些東西跟著我回家 導致我去了地藏廟拜 地藏廟那邊就說 不如大家帶一些佛珠 或者帶一些符 去拍這些節目的時候 可以保護自己 可能你自己進去的時候不裝香 但起碼你自己有帶佛珠 或者帶符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在我身上 就會帶一條佛珠 讓自己保佈平安 好,那謝謝Anderson 沒有問題,可以 小心 記得下次帶一條豬 下次帶粗一點 好…再說 好,再見 再見 你現在開始越來越嚴重 對 甚麼嚴重?你別說了甚麼 我找了個高齡人士解釋了發生甚麼事 好的 對,他說這件事是有原因的 跟大家找機會分享一下 下次你坐這個位置 今天請到我們的電視主播 對 接吳朗林先生 好,謝謝卓飛 別客氣了 別客氣了 我分享了一些網台界的經歷 我相信我們繼續有 有,一定有 對,一定有 那些節目不是要有鬼才多人聽 沒錯 對,我也想 好,下次再談談 謝謝 靈異事件,信則有,不信則無 今集節目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按鈴鐺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